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名字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905-888-6788 好 來到市場會股的時間 看看今天的市況 另外也有業績可以和大家看看 先看看市況方面 看看道指方面 今天全日升了44點 科技股方面也有一些升幅 納指方面升了15點 標普方面也有表現升了4點 全日收市1317點 今天看市場主要 都是受到白南克那番的言論 來刺激的大動 但是特別看到 如果看到這個 特別是圖子的圖表 白南克其實今早 大概是十點多鐘出來說話 其實早上時段 都挺好的升勢 不過下午 似乎又有一點點跌下去 雖然整體的指數就沒有跌下去了 但是那個升勢似乎還未遲 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很明顯就是它升勢升了之後 那些人就趁到時下午後 希望趁低級立 因為那個市場的承擇力量 應該有機會去到明天都會有機會再上回去 其實白南克今次這麼說 我覺得它今次就不是再出口述這麼簡單 似乎這件事都是事在必行的 玩夠比國經濟 沒錯啦 除了美國股市之外 我們看看多人多方面 TSX今天也挺英俊 有一個挺好的表現 全球升了90點 首市做了13,324點 我們看到這個金價方面 由第二天創了歷史新高 似乎如果可以看看金價的技術圖表 我們看到也已經衝破了所有的阻力位 或者一些不知什麼平均線 似乎沒有頂 現在看看金價 每個人都希望把錢放到金或銀 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時間 可以先補值 以前都說了 金根本上不是一個投資工具 但是現在人們似乎將金 變成一個投資保值的工具 看回那個趨勢的話 如果歐洲債務還沒有明朗的改變的話 似乎金和銀仍然繼續有無限上升空間 沒錯 紅金 紐約期間北面市場收市做1,585 10.2美元 大家留意一下 晚上和明天早上 金的聲勢可不可以持續 Anthony不如看看業績方面 今天在收市之後 YUMBRANDS公佈了業績 讓大家看看這個數字 YUMBRANDS就是擁有很多間的快餐 連鎖店的一個集團 旗下包括了Pizza Hut KFC Tucklebells 等等 他們第二季的盈利是3億1,600萬美元 全市場預期賺65米 好過市場預期61米 跟去年同期比較的話 也有挺好的增長 看到Anthony這些快餐 似乎在經濟不太好時也有表現 YUMBRANDS很明顯有一個美飲食文化 它放在北美那邊或美國那邊 似乎他們業績一直都做得不錯 還有沒有看到一些負面因素影響到它 所以YUMBRANDS目前來說 正所謂市場裏面的情況做得不錯 大家都可以多看一看這隻股票 不少人都喜歡吃炸雞 除了在北美洲這邊的業務之外 其實在新興市場 中國大陸 其實YUMBRANDS的業務也不停擴展 在這一方面 來自新興市場的收入 也都看到不停的增加 大家可以留意著這一方面的情況 說回今天的重點 就是北南克這一番的 說有機會推出新一輪的寬鬆政策 巴南克今天早上去到眾議院出席的聽證 表示當短暫打擊經濟活動的不明朗因素 之後 預期寬鬆的政策將會繼續 帶來穩健的經濟活動和創造生意的職位 不過考慮到近期疲弱的經濟 可能持續較長的時間 以及通縮風險可能重現 連處局可能採取措施支持經濟 亦都在暗示進一步採取一些寬鬆的政策 其實看到Anthony這次終於 之前說沒有不說了 沒有這個QE3 這次終於說了一點點 暗示了一點點 不要說是明示 似乎有一點點轉態 其實較早的時候 巴南克承認了美國經濟的情況都不是那麼明朗 甚至乎他那個美聯儲對2011年的經濟的增長是下調了的 由那個3.1%到3.3%下調到2.7%到2.9% 都說了失業率都會繼續上升 所以其實當時他說過之後 我們航路人士都覺得他一定會推出一些進一步的寬鬆政策 只不過到時可能戶湯不換入 因為沒辦法 因為他其實基本上經濟增長又低於預期 通貨盤盡又高於預期 全部都不是他自己本身可以預計裏面的 再是這樣的話沒辦法的 因為如果他不去這樣做 難道是繼續行一個緊縮政策呢 所以目前來說基本上他都會繼續去實施寬鬆貨幣政策 其實在巴南克今天的聽證會的重點 其中也說到現在那個失業的問題 剛剛美國的失業率上升到9.2% 也都少少增加了 他又認為現在那個失業問題只是慢慢上升 不是說那個失業或失業的問題升得很快 他有這樣的看法 似乎在這個失業的問題 聯儲局也好或者政府 白宮方面也好 都沒有說真的有什麼的政策出來 可以是做到一些事情 是的 目前來說 我們大家都看不到聯儲局或者美國政府 在對失業方面採用什麼實質的措施 反而在財技方面 或者在局的紙幣發行方面 其實這種做法對一個國家的政府來說 是相當之簡單 以及一個沒有成本的措施 所以對長遠來說 究竟失業率會不會繼續改善的話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我會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認為有一個很疑問 就是這樣是不是真的錢可以留到 真的需要那些人手上呢 企業方面對未來的發展 或者未來的前景是否抱於樂觀的話 其實大家都還有一個迷 說到這個新一輪的寬鬆措施 或者究竟在聯儲局方面 還有什麼的板斧可以去做 來刺激的經濟 特別在就業的問題方面 其實很多人都在想著 究竟是再加印銀子 推行量化寬鬆 還是有其他形式 其實看回有三個方向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包括了繼續維持超低利率的政策 一段更加長的時間 另外再去分批購買一些不同的資產 即是再推出量化寬鬆 甚至乎可能是再減息 現在聯邦基金利率是零到四分一來 在一個區間裏面 現在還在說 可能是再減多四分一來去到零 甚至是要有負數的 就是貼錢給一些銀行去做 變成似乎三個方向 Anthony覺得哪一個比較可行 其實他目前是推量化寬鬆 他根本上多了錢 多了錢就會流入銀行 所以說如果那些銀行水陣的時候 一定會是低息的 他不會以一個高息的狀態出現 所以在目前來說 他應該會是減息 甚至乎可能貼錢給銀行 希望可以刺激到資金流的流通量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目前來講的整個股市 其實那個資金流通量是不夠的 因為目前來講 美國每一天平均來說 都有三千多四千人是退休的 那個嬰兒潮來了 退休人士多了 變成在那個退休的人士 他會在那個股市裡面拿錢出來 變成那個股市那方面的資金流通性不夠 所以變成聯儲局想放多些錢進去 希望增加那個股市流通性 而帶動股市上升 所以QE3的實施 其實我會覺得他一定會做 大家儘管留意一下 看看聯儲局方面 接下來有什麼新招出 還有看看白蘭克方面 會不會日後有些專一步的消息 可以再跟大家說 不如這樣吧 Antony說到這裡先休息一會 先去廣告 回來繼續在市場回顧環節 繼續回到市場回顧時間 跟大家看看本地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老頭社最近公佈了一行最新的調查 訪問了37名的經濟分析員 和不同的經濟師、策略師等等 他們其實大部分都認為 我們加拿大中央銀行 可能就是第四季才會價值 其實老頭社在較早前 在五月份的時候也做過和他調查 那時候那些分析員、經濟師都說 可能都相信是第三季才會價值 現在再做一個新調查 發現推遲了一季去到第四季 甚至乎我知道有些銀行 自己也有一些預測 可能去到明年的第一季才會價值 Antony在說這個息口方面 普遍現在預期都是第四季 越推越遲 其實為何會推遲這個加息呢 其實首先看回加息 其實加息的背後這個意義是什麼 加息來說其實是 首先有沒有條件去加息 怎麼為之要加息呢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那個國家 有個消費力很旺盛的 或者有些突然間突發性的 一些新的科技出現了 然後需要大量的資金 然後才令到市場需要很多的消費 需要很多資金的時候 政府為了要配合這個次的經濟的話 他為了要加息去抑制通脹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通貨膨脹就會越來越厲害 但是目前來說 全球究竟有沒有這個條件去加息呢 其實目前來說 我會覺得暫時都不是有很大的理由要去加息 但是就是說 雖然加拿大要加息 其實主要目的是想壓制那個樓價而已 或者壓制現在的很次的那個成交量 因為很多房屋 或者是甚至是condo apartment 都是超賣的那個價錢 所以他要加息 希望是要揭曉這件事的 但是他不會一下子加很多 其實以加拿大的銀行來講 他是不會加很多的 就是他慢慢來 如果不是的話 對整個加拿大的經濟會有一個很大的傷害 可能加息的那個幅度 現在這份的調查說的 一般都普遍相信加息是四分之一來 都是符合的預期 但是看到那個加息的幅度 都是相對比較細 四分之四分之一這樣 其實都相對挺穩定 每一次加都不是太多 其實似乎那個造成的影響 都不算應該不會太大 應該不會太大 因為他加息的幅度不是太大 還有他加息的距離 那個周期也相距不會很近 所以有足夠時間 去給市場消化 所以目前來說 我想加拿大銀行或者政府 只是希望樓價 你不要升得那麼厲害 我願意你慢慢升 或者慢慢停下來 讓整個市場消化了 讓整個經濟慢慢回復穩定 這是他想做的事 但是他不想一夜打沉 最後想問你自己覺得 其實第四季加息的機會 是否立即是比較大 第四季加息機會是存在的 因為他都搶了那麼久 我想可能都是大家眾望所歸 會加息 否則現在的樓盤也不會太遲 所以就說接下來第四季有機會加息 如果第四季他不加的話 我想是明年第一季都會動 第一季都會動 沒錯 大家留意著 我們息效方面的變化 看看究竟是三季 第四季還是明年第一季 是的 好 說到今天節目時間也夠了 多謝大家收看 明晚同一時間繼續七點鐘 在這個股金鐘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